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还有一天天余温在 对啦 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最后大概剩几十份送完 但是你会发现你拿到这份容易涨停的 我都要的这份标股资料 你会发现到老师都是领先帮你归坏 今天盘面上最强的族群也在这份资料当中 有啊 就IC设计往下面那一块 就那一块啊 就很强啊 今天盘斗还差点涨停 好可怕喔 但是那些股票 我讲IC设计下面那块 你有拿到资料的 不管是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是听众朋友 你有拿到资料 IC设计队下面那一块 有几档是很厉害的股票 老师这样看真的很模糊耶 真的很模糊 像今天盘中那个啊 什么借什么连的差点涨停 答案已经呼吸一出了 很明显喔 对对对对 股位了多少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你看看 接下来排面上最强的族群喔 你会发现好像是里面的 这些的肋骨轮动耶 不过我觉得今天最有趣的是什么 是什么 因为我昨天跟大家聊到嘛 就是那个阳明嘛 哦呦 阳明海运不是处置教育到昨天最后一天吗 对昨天今天解禁啦 所以我今天脚上就是在选衣服的时候 我想说来选个海军蓝好了 我的上衣现在是浅蓝色喔 观众朋友也看到是浅蓝色喔 但是我的裤子是海军蓝 是海军蓝 还是整身都是蓝色 今天我们的测试是 今日的颜色是海军蓝 对啊我想说我今天来穿个海军蓝的衣服 我们真的没有套到喔 突然那个观众朋友们 或者听众朋友你手中的航运步就涨停这样子 不过时间到目前12点40分 为止 还没涨停了 小涨了 有的涨3% 有的涨2%这样子啦 有有有 那今天呢真的我们没有先套好 我们是不愿意而总都穿蓝色系列的衣服 今天我等一下下午好节目 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要问我航运鼓怎么看 我就想说 这种东西还是不要我回答好了 我直接穿给你看 直接穿个海军蓝 全身都是蓝的 精心策划 就是有点A little blue这样子 有一首歌好听的 没听过 哪一首歌 Jazz 叫做Almost blue 没有耶 真的吗 那超好听的耶 真的喔 那我们等一下来听一下 你要找一下Almost blue 这个是有点 有点年代的歌曲了 佗有年代 哈哈哈哈 咱应该是198-199几的 哇塞真的有一点年代了 对就是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的 30年前了 好可怕喔 Almost blue 对于这个比较 呃 像平派这么年轻就觉得不知道这是什么 也对齁 你真的不知道对不对 我真的不知道耶 你看吧 所以观众朋友们 我真的是老人 不只是只有疫苗认证而已 老师真的是疫苗认证 没有啊 一觉睡了好 睡得就好 我打完AZ一点事都没有 真的一点事都没有 对啊 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有点蓝的 有点蓝的 海军蓝 对对 可是说到了老师 航运其实近期真的非常的热 这个话题 就是大家都在想说 航运股其实基本本身很好啊 为什么股票都不涨 对啊 但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不要太小看基本面的威力啊 什么意思 对啊什么意思 短线我们当然会因为 行情有筹码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包括台北股市的家眷指数 我说嘛 他从7月28号的最低点开始反弹之后呢 到上礼拜碰月线会反压嘛 那你来看家眷指数 我们先看观众朋友们看他 看家眷指数 有家眷指数 你先看家眷指数 好 你看是不是从这边7月28 对7月28 上去 对上去 再下来 你看是不是整个月线反压 你们跟这边很像 好这个反压结束之后慢慢再推上去 他就会突破所有的均线 所以台北股市后面会继续涨 可是在这个过程 会有点点难受 有点磨人 对 你会有点觉得不舒服 真的 因为老师那股票怎么动不动起伏很大 一下子刹下去 我好想卖卖到怎么又突然又拉上去 因为刹上了又拉上了 对 就是你会有种感觉就是 怎么电子股也这样 对啊 对不对 航运股也这样 船长也这样 IC设计也这样 他怎么每天都生了呢 你看上次那个金豪科 对不对 3006 来全国好朋友们 好好的啊 怎么昨天打跌停 对啊 好时不时David昨天还去买跌跌 对啊 对啊 不错啊 昨天拉尾盘 是不是 可是今天又没有涨啊 这到底好不好啊 他就在摆157 158 106附近鬼混 他本来就很好啊 金豪科 来全国好朋友们 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对市场有趣的一种想法 当他在整理好买点的时候 你通常不见得会觉得他好 很简单嘛 我问大家一个逻辑嘛 是 来来来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 3.06金豪科 来捐过听众朋友们 David6月份这一根带你去买的时候 6月22 6月23带你去买的时候 这个地方 均线纠结破线啊 对啊 你又觉得那个金豪科很好吗 你心里就觉得 David啊 我去年才买57块 对不对 对 你现在叫我买120 他个派 120 对啊 那怎么120变200 对210 我没有坏嘛 所以是因为你投资非常容易 因为市场的情绪影响嘛 人都有情绪啊 对 没错 对不对 就像你今天 哇 先买 先掌停 爽 开心 来来 老师 金豪科好烂的 昨天点听 对不对 我说那是买点 对 聊着聊着我们的海军蓝发动了 我们的海军蓝发动了 YES 其实我们在录音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 YES 那个时间点真的很讨厌 其实我们刚录音的时候是12点半 12点半左右 我在想说 这个航运骨 你知道刚刚那个阳鸣长龙 都还一度快翻黑 对呀 我在想说我们这个时间点 要不要跟大家讲海军蓝的故事吗 全国所有听众 全国所有观众 有陪着我们一起录节目的朋友 都有事实证明我们是在盘中录 对我们在盘中录 你已经看了好几天 我们是真的在盘中录 是盘中录 所以全国所有观众 你有在订阅我们YT频道 你是跟着David跟着品化 我们一起录节目 我们是同步来录音的 而且现在你看我们聊着聊着 阳鸣从125的平盘 拉到129 没错 他还在动 他是活生生的 IMG 对 他是活的 他活跳跳的 所以你看看 那当中我们那时候在平盘左右 我就说 明明就要拉出去 就是可以要拉了 因为我昨天不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我说阳鸣 像我今天早上就有请会有没有去买 对 我说老师你那么久都不 我好像从200块到现在都没买过阳鸣 对啊 从200多到现在 我都没买过一次阳鸣 2600一次都没有 为什么David今天早上会想买阳鸣 对啊 老师你昨天讲过啊 20分钟一盘昨天最后一天啊 所以你会想买啊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你可以急啦 我今天想的是 我想要阳鸣先买县障鸣 所以我今天才会早上去买阳鸣 而且你知道我刚刚跟平话录节目说 这阳鸣真的是让我有点别松 因为他又回到平盘 他又回到平盘 我又开始洗脸 你是王八蛋 你到底什么差辣啊 对不对 我差点那个 连叭嘎都出来了 老师你已经讲了 真的哦 我们刚刚还在讨论 对对对 老师那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 他这样子的涨法已经算是强了 哪有 我就说没有涨停 我就没松啊 对你看老师 你看你是一个美食的爱好者 对不对 你看嘴也变叼了 我嘴没有很叼啊 我是平常也是粗糙蛋饭 我是这样吃 老师嘴可叼了 也没有 对股票的那个要求非常的严苛 这样讲起来好像就是一个龟毛人 龟毛 你看看你是边念边 你看你看 观众朋友们 我們來皮膚幫我們畫面接到陽明海韻 好的 來觀眾朋友 現在跟DAV一起錄對不對 是 我剛剛是在罵他的時候他是不是擠啦 對 他是不是欠罵 喜不需要多罵兩句 喜歡 搞不好拿著漲停了 照這樣的版社機率很高 沒時間了 上班都要聊完了 好的 容易漲停的我都要 這份的標股資料昨天已經送完了 500份直接送完了 我們總共已經送1000多份了 是的 那麼接下來有興趣一起來數漲停 一起來賺漲停的好朋友 那我歡迎跟上腳步就對了 好賊喔 你看的是我剛剛講的 太多了 他在平盤附近 觀眾朋友我們真的穿藍色 我今天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外口口外口是藍色的 這真的是海軍藍 外衣都乾脆了 我是真的穿藍色的 沒有套好的 沒有套好 不用套 老師有精心規劃 但是品話是 老師你今天都穿藍 我也穿藍的 對啊 今日顏色海軍藍 今天顏色是海軍藍 我們指的是我們的服裝 對 服裝 至於骨頭不會漲停 我知道 反正我早上買好了 就買好了 有啦 早上剛剛開始要動的時候我就買了 因為 來 觀眾朋友們 因為現在我們是閒聊時間 對 閒聊時間 對 我今天早上就在想 2609的陽明 對 就是現在觀眾朋友 你把它切到陽明的畫面 陽明現在卡5%了 剛剛髒話講這個 哈哈哈哈 5%了真的 6%了6%了 好 結婚觀眾朋友們 然後 應該現在我們就是這個 我們那個鏡頭是沒有休息的 對 沒有休息的 結果陪著David這樣 迎接那個 現買現鑽 會不會漲停嗎 我不知道啊 哎呦 其實我們想過 我昨天就來抓這件事 因為我昨天在節目上聊 說 陽明是個指標啦 有一張圖給大家看一下 陽明 那一個SCFI 好 欸不是這個 是這個 對 SCFI 這個嘛 嗯 好來 那個 觀眾朋友有沒有看到 有有有有 切過去有嗎 有有有 他們切過去了 切過去了 SCFI這張圖 就是指整個運價指數 因為大家一直在聊說 欸不會啊 會不會是陽明啊 船龍萬海有些外資 也不是外資 有些法人啊 開始調降他們的目標 在過去這個禮拜 他們的理由就是很簡單 這個運價以後就是 就是維持高檔不墜 也不會再漲了 我覺得這句話 我會打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因為運價指數 不是台灣的航運公司說了算 喔 好 長龍要命問號還是大 但是它不是最大 是 運價指數全球前幾道航商說了算 那剛剛畫面上大家看到那個 SCFI上海出口 集裝箱就是貨櫃 對 上海出口貨櫃運價指數 它不是只有上海 它是其實全球性的 包括美東縣 美西縣 歐洲縣都有 全部包含 什麼近東的全部都有 有 這個運價指數其實一直在創新高 我記得我上次講這張圖的時候 是4000多少 現在是4200多 比如說運價指數在創新高的時候 對 那不代表其實後面 其實全球運價是在漲的 那全球運價在漲 為什麼這個報告會寫說 嗯 這個運價就不會再漲了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你再回頭看看 為什麼今天 David昨天給你提醒說2609的陽明 來我們看到現在陽明 現在漲6%了 現在漲6% 對啊 我一直切錯了 沒關係 這是今天早上買的 哈哈哈哈 我要去透給大家 這個啊 這個畫面 來 等一下喔 對對對 這個畫面 等一下 為什麼呢 你沒有要切過去 有有有 這個畫面 大家看到沒有 現在是活跳跳的陽明 還在還活著 沒有沒有沒有掛掉 是 2609的陽明 今天早上買 我們買127128吧 嗯哼 現在133嘛 對 其實陽明這張股票 今天早上我就在算 過去幾個交易日 其實有阻力在偷買 天啊 那因為前兩天是20分鐘一盤 可能都是被人比較沒興趣 VIP現盤交易 對對對 所以我今天早上是請會員朋友們 今天趁早我們先去買一些啦 對 好那我不以為不早的話我會不會漲停 如果有 先恭喜全國觀眾 以及所有跟上腳步的朋友們 也恭喜所有拿到資料的朋友 對的 我們真的是 在台肥股市中錯的時候 把資料送給各位 有 保持我們一貫的原則 就是 行情指數跌的時候呢 是減便宜的機會 當然 那我們一起減便宜 當然 然後看看有沒有機會 一起用掌聽板寫日記 這才是這個節目的終止 沒錯沒錯 好那跟大家授討這個 因為剛好 彈一鼓掌 就像我們講的 今天 有志玉童穿海軍藍嗎 對有志玉童 剛好有看到 我的褲子是海軍藍 哈哈哈 有 有看到海軍藍 故意穿的 哈哈哈 其實有這個算好了一下 沒有啦 早上出門請問他 嗯 陽明啊 你啊你啊 我今天很想買啊 好想念你 念你 念你念這首歌對不對 有 是那個誰 劉家翔的兒子 對 劉家翔的兒子 對 劉子 劉子 劉子簽 劉子簽 對嘛 劉子簽 沒錯沒錯 對啊 這個有關的族群 有關的族群 也非常的強 在我們的錄音過程當中 從平盤左右 已經拉了將近六個掌聲 其實剛進這個攝影棚 這錄音室的時候 其實是十二點多 對 那時候陽明剛好在平盤 是啊 剛剛不小心陽明已經掌六趴了 沒錯 其實蠻有趣的啦 真的很有趣 因為我們聊的時候是在平盤手的時間 對啊 就我剛剛就在念 我說這為什麼要免著黃疤的 哈哈哈哈 念著念著念著 對啊 嗯 是不是 還真聽話 沒有 因為我早就在想買一 一間喔 一二七 一二七 那個調到一二五 我就很不爽了 我們看他會不會 一直在睡睡睡睡睡 那個全國聽說朋友應該很習慣 Davy平常會睡睡念這件事 是啊 如果老師睡睡念 我們的股票會繼續漲 那沒關係 所以我可以多那兩句嗎 可以多那兩句 大家好 然後隔壁也點一下 隔壁也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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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說那個 旺海那些的喔 對啊 楊明常常旺海 常常旺海 所以我現在講完之後 常常旺海會吉拉嗎 哈哈哈 有這麼厲害嗎 我偷看一下 好像有耶 有啦 都上去了 有啊 都上去了 有用有用 所以 我應該去練習一下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不正經的圍 這樣子 一些那個 粗俗的文字 你看今天到這個 一早的時候 老師就是 手就拿出來開始 沒有 我就在想嘛 我為什麼今天會穿藍色 對啊 我們剛剛那個 群共聽眾朋友們 我們剛剛在中場休息的時候 就跟那個有訂閱YT頻道的朋友 在聊聊David今天穿的顏色 對啊 我今天從上衣到褲子都是藍色 都是藍色 青衣色都是藍 看一下 真的喔 褲子也是藍色 褲子都是海軍藍 上衣是淺藍 褲子是海軍藍 對對對 所以今天也配合演出 我也是穿海 我們也不算海軍藍 但是你是藍色 我是藍色 牛仔褲也是藍的 今天幾次跌50點 對啊 這個股票其實 全國觀眾朋友們 我送你資料的股票很不錯 聽眾朋友 你有拿到資料了吧 不過我已經送完了 我們要再送了 這三天我送夠多了 老師送資料我們很開心 可是 但是你會發現到 你說送資料股票都跌 指數跌 沒有 我每次送 你看我禮拜一送資料我不會提醒你 我一張都沒買 對一張都沒買 因為我要等禮拜二禮拜三 灌下來一點我才要買 要減便宜 對啊 是啊 我有提醒各位我是這樣買的 結果老師有欸 有灌下來 灌的還蠻兇的 其實昨天加權指數跌了快200 200點 然後前天跌了160 是的 從禮拜一到今天禮拜四 加權指數沒有一天是漲的 沒錯 每天都是跌的 都是跌的 可是我們依舊很開心 因為第一個 我們把握機會撿到便宜了 第二個 我給你的資料 你真的是標股 像今天有一些股票已經快漲停了 有 真的是 那些股票就是欠念 欠我了 欠我了 我超渡他一下 有唸有幫助 你看我剛剛唸的唸就是吉拉 真的是吉拉耶 真的是很變態 所以全國好朋友們 不管你是David的老朋友新朋友 聽聽David四歲年也是不錯的 可以 股票都長大都可以接受 是 老師那有沒有辦法繼續唸 把它唸到掌聽板 有這麼厲害嗎 可以可以 有這樣的功率 有這麼誇張啊 唸到掌聽板 剛剛在想說這樣感到 這樣感到 可以 OK 可以接受的 好那說到了這個 目前排名上很多的 包括了別台的分析師 或者是坊間很多的好朋友們 都說 我們剛剛也提到 航運這一塊 不管是散裝行 或者是貨櫃行 其實說到這一點 航運 我建議大家用一個比較平常性的角度去看 就算你今天股票漲停 或者先買先賺 都好 我為什麼說你要平常性去看 是因為現在的航運 跟以往以前我所認識的航運 是不一樣的 哪裡不一樣 我講過 主要是全球的運價 運力 就是傳播的運輸力 是很難提升的 對 什麼叫很難提升 市場有所謂的供給跟需求 這大家都知道 好 那我知道市場上對船舶的需求 運輸的需求很大 但是我對船的運輸能力 如果能夠提升的話 那當然這就不可能造就航運股的高價 可以回過來想 這航運股 為什麼SCFI那個船舶的運價指數 上海的運價 貨櫃運價指數 是一直在創新高的 的確是 這很奇怪 奇怪在哪裡 那缺船我就造船就好了 為什麼船沒辦法造 沒那麼快 第一個沒那麼快 第二個是2011年的時候 因為08年金融海嘯 那時候大家訂了大量的船 到2011年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毀約 我之前沒講過的故事 所以導致當時的很多的造船廠 對不對 造船公司 打光光 真的啊 從1000 變200 1000家 變了200 直接下滑好多船 現在好像上100 天啊 全球 我講是全世界 只要是你現在想說 那像最近不是新聞嗎 長榮不是有個新的全球最大的貨櫃輪嗎 對不對 我造價1.4億美金 我記得沒記錯的話 好可怕 聽說運一趟就回來了 對啊 他說運一趟就回本了 回本了 一趟 一趟 對 有沒有聽錯 一趟 一趟 哇塞 那事實就是很賺 真的很賺 所以你現在缺的是什麼 我說那你看航運股 我們看看陽明有沒有機會 所以觀眾朋友們幫我切陽明的K線 你看 他現在離上面的均線還差一點對不對 有一點距離 今天是第一天嘛 那陽明還沒漲停嗎 那到底上面這個反壓 一個是60天均線的141 一個是20天月線的138 是的 會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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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到了133 大家來猜猜看會不會過啊 今天來到了133 那說到了其實在今天 也有人說外資給陽明的評價 有到8 破100 也有到 喊到300多的都有 有啦 好誇張喔 我覺得外資的報告聽聽就好了 參考 你永遠要記得外資的報告 寫什麼不重要 誒 他重要的是他有沒有買 對啊 重點是他有沒有買 這件事我教過大家很多次了吧 聽眾朋友沒有 觀眾朋友我都講過嗎 他有沒有心口一致 以前我去年跟你們講說 那天那是3037星星是灰球儲 去年10月 2627忘記了是哪一天 2627吧 就那一天啊 灰球儲 那時候3037星當天跌停 隔天又再打下去 打到變成60幾塊錢 去年的10 去年的這邊 這個要不要 加加加加加 20幾塊加加 等一下 快點 來觀眾朋友你自己看一下 這家 那時候我講星星這家 星星的灰球儲這家 有 你看你看點他日期 你看日期什麼時候 10月29號的前一個交易日 所以10月28號灰球儲 28 這一天 27號灰球儲啦 28我傻了 27號灰球儲嘛 然後灌下去之後我說 那時候外資不是出報告說那個 星星啊 景碩啊 南電啊 不好嗎 對 ABF財產我說不對啦 那個豪爛耶 你去看他買什麼 你看他買 他一路買好不好 心口不一 對啊 我說那些外資報告 棋子心口不一 真的是見鬼了 你不是說不好啊 你買那麼多 身體很誠實啊 買啊 對啊 標準的口銜題正值 真的啊 一波長到100耶 是不是 是 聰明如各位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你 你聽David的 買 買 所以千老朋友來 想要聽實話 想要聽真話 本節目可以完全符合您要的 對 然後想要聽我們講一下國際三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在中場出去時間 對 中場出去時間講特別多 真的是特別多 毫無保留 所以你想要看到我們的這個視頻也好 趕緊來訂閱我們的YD頻道 那麼我們的YD頻道 即將滿萬囉 對 好像99多少忘記了 要抽iPad Pro 對 你只要我先送了 在我們就是吃抽iPad Pro 是的 所以你想要老朋友 接下來如何賺呢 想跟著David老師 一起用掌停板寫日記的好朋友們 來電話拨通 跟上腳步囉 節目中的再次感謝我們的David老師 來到節目當中 OK 謝謝平華 謝謝全國的好朋友們 記得收看我們的頻道 然後訂閱我們的YD頻道 最重要的我們一起用掌停板寫日記 還有我們的YD頻道的好朋友 好 還有好朋友們 拜拜 拜拜